大家好 欢迎来到国风剧场 芒果这两年靠住三档综艺批歌 时光音乐会生生不息真的是把回忆杀完到了极致 作为一个80后来说 我每次看这三档音宗都会被感动 因为大部分歌曲都是我的青春记忆 想当年 不管你是走在大街上还是各类商场里 基本上都是要放什么歌曲都放什么歌曲 那简直就是忍住你一直在洗脑 让你不会唱都不行 这些音乐本来就很经典 在音宗里翻唱的时候再加入一些感情 就算是在音的心听了都会忍不住流泪 在前两季的生生不息中 很多非常经典的港乐和台湾音乐再次畅想 真是让人听得太上扣了 有了前两季这样的好开端之后 第三季自然是要准时去追了 更何况这一季的嘉宾阵容是更加豪华的 韩红 黄启山 王心灵 玉可为 韩维为 孙楠 松亚轩 虎聚鸡 轴身 汪苏龙 陈畜生 胡燕炳 这十二位当中有好几位都是音宗导师级别的 还有好几位是选秀场上杀出来的 这样的实力真的是毋庸置疑的 当一档音宗请到的嘉宾都是观众心中足够认可的实力派歌手之后 那节目就非常好做了 试想一下 这些歌手不管怎么组合都是你喜欢的CP 任何一组的舞台都非常让人期待 这怎么能不火呢 除了舞台相当惊艳之外 真人秀部分也是相当精彩的 因为有周深和汪苏龙两个搞笑难 在这些年的很多综艺节目中 只要是有周深或者是汪苏龙 那笑点一般就不会少 因为他们的骨子里就刻住搞笑两个字 可以说你让他们安静点就等于关他们禁闭 话说这次还真是多亏了周深和汪苏龙 要不然真人秀部分真的怕是要没有内容可减了 整体来说 这一季的节目目前来说是比较不错的 确实是值得一追的高质量音宗 声声不息确实是一档好踪影 但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 那就是节目中的比赛有没有剧本呢 除了前两期节目之外 后面的每一场公演都是跟两队进行比拼的 正常情况下 两队基本上都是有输有赢的 但我还是经常会看到网友怀疑有剧本的声音 那么问题来了 到底有没有剧本或者黑幕呢 韩红的明知不看 让生生不息彻底被打脸 咱们先说结果 我觉得是有剧本的 在这次韩红的操作说明了一切 大家都知道 每次公演结束之后都有一个金曲选择的环节 一般来说是现场观众投票选择 那这两次却是男队和女队互选 简单来说 那就是男队从女队唱的几首歌曲中选一首成为金曲 女队从男队唱的几首歌曲中选一首成为金曲 实话实说 节目组这个操作看起来还是挺公平的 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 在这次的颁奖环节中 胡彦斌代表男队为女队颁出金曲奖 紧接住轮到女队了 女队负责颁奖的人是大家长韩红 只见韩红拿起信封抽出里面的手卡描了两眼之后 又塞进去了 紧接住他又把信封直接交给了王心灵 自己选择了脱稿颁奖 在整个颁奖过程中 韩红的主持算是比较过关的 有悬念有玩笑 只是一开始开玩笑说周深或讲让对方有点尴尬 说回到正题 大家觉得韩红这个颁奖有没有问题呢 我觉得是有剧本的 试想一下 韩红既然要选择脱稿 那为什么还要拿起信封看一眼里面的手卡呢 韩红看手卡只是为了确定一件事 那就是谁获奖了 只要看到这一个信息就够了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金曲不是女队一起商量选择出来的吗 韩红为什么还需要看手卡呢 一共就那么几首歌 一共就那么几个人 一起商量选出最喜欢的歌曲 怎么会选完之后完全不记得呢 很显然韩红视线根本就不知道金曲获得者是谁 说的在难听点 这个金曲看似是男队和女队互相选出来的 实际上是节目组安排好的 所谓的男队和女队互相选出对方队伍中的金曲 这就是节目组搞的一个噱头而已 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甩播 这些嘉宾每一个都是很有人气的 谁家粉丝不想看到自家偶像拿到金曲呢 几期节目下来 周深 王苏龙一直不能拿进去就让人非常易难评 然而 有了节目组这个男队和女队互相选择的操作之后 大家就不能把偶像拿不到金曲 这件事怪追到节目组头上了 话说节目组的算盘打的挺像 可是他们怎么都想不到韩红会玩脱稿 在脱稿之前还要看一下手卡到底是谁获奖了 明明应该知道是谁 但是却还要再看一眼 韩红这一个简单的明知故看 金曲选择有剧本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 节目组也是彻底被打脸了 既然要互相投票 那就真实选择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搞这种虚假的东西呢 真的是让人看得太尴尬了 如果要是把这个选择机会给到大家的话 你们觉得哪首歌更应该获得金曲呢 韩红和黄启山的成都 胡彦斌和于可为的谁不是 这两首歌真的是知名贵吗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